好了,你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一下,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摩訊片子一部,正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還有就是節目的節錄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分享出去 現在說說其他東西 三文治說日本人真厲害,2024年還未到,賣好2025的廣告 其實如果他是搞細博的話 他是要提早一至兩年賣廣告的 這是正常的,我記得杜拜搞 他們在亞聯遊航空的飛機上 早幾年已經有了杜拜、細博的東西 所以早點搞這個宣傳是正常的 日本人當然做事是很有計劃的 譬如他知道明年要吸收遊客 他們在不同的地方是賣不同的廣告的 這是我用VPN測出來的 譬如你用Youtube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這裡 因為剛剛那些天氣跟日本是倒轉的 北半球是冬天 我們這裡其實還未開始夏天 今年很奇怪 尤其是晚上的溫度比平時低很多 在日本會怎樣呢? 他很聰明的 那時候疫情期間大家都不通 疫情期間大家都不通 他的影片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日本一年四季是怎樣? 疫情期間 疫情之後就不是 因為你可以隨時買機票 我留意到 因為去年已經開始通了 去年年底的時候 夏天的廣告就是叫人去日本滑雪 就是叫這裡的人去日本滑雪 其實這裡有很多人都是去日本滑雪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是真的 去韓國滑雪也不少 西人也是 當然也有些人去做教練 他們做滑雪的廣告 好了 另外呢 我又說另外的情況 在這裡的冬天的時候 他們是做四季如春的影片出來的 因為他們是倒轉的 其實有些事情 日本人做得很聰明 韓國也是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香港的女法局 疫情期間真的什麼都不做 最後搞一個Hello Hong Kong 找一些沒有人認識的演員或明星 不知道是演員還是明星 還是歌星 不知道 走去拍這些宣傳片 是多那餘的 還要說Hello Hong Kong Hello Hong Kong 那個顏色是噁心得不得了的 其實 每個人都在那裡笑 你根本 老實說 你根本 最基本的事情都沒有做好 有些人說 你這樣批評特區政府 大事我批評 你就說我反中亂港 小事我提出來 你就說這麼小事不用理 就是你什麼都不聽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好了 有些事情都要說說香港 香港電影 當然有主持 就說 一路向西移 是吃老本 但是其實 又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香港電影已經死了呢 究竟這個港產電影 是否只有合拍片呢 其實就沒有其他出路呢 其實看到一件事就不是 不是的 新近有一出電影 就是叫做百日之下 那這齣戲呢 我的看法就是 這齣戲呢 票房的後徑是會很厲害的 其實還有古先生出來了 我覺得 大家還沒看過的 螢幕可以去看看 就是 古先生出來的時候 他有說到的 希望大家關注一下 一些社會問題 古天樂是怎麼說的呢 就是 他說的是他親身看到的 因為他是演藝人協會 他就說演藝人協會 過去幾年很重複做的 可能很多老人家 演藝人協會裡面的 那些老人家有病 甚至有些個案 他見過是有些失智的 但是老人家又不想住 租地方又怕他 不知道去哪裡 那麼很多這些個案 都是要處理的 但是真的 太多人數 你要記住 只是演藝界 只要記住 只是演藝界 那麼 古先生又說 很多前輩年紀大了 都有很多不同的疾病 都希望逐一去處理 其實他說 遇到不少身體不理想 但是缺乏別人 照顧他的前輩 其實他認為最理想 就是安排他入住老人院 但是有很多老人家 是不想入住老人院的 這些是不能逼的 當然 百日之下 很厲害 票房是去到1000萬 當然他一開始就不太好 但是 你看到 一班演員 是很有心去做的 有些人的態度很惡劣 就是我覺得有些 不知道什麼型的人士 就說 香港電影 死了 一定要拍合拍片 其實我在留言裡看到這些 我這樣說給大家聽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就真的死定了 香港電影 我就認為 不是死了 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香港還可以拍很多大陸不能拍的東西 當然 當然 電影 我是同意的 就是反映社會的現實 很多故事都是反映社會的現實 是一個故事 當然 他的故事裡面 會不會有些事情誇張 有些事情 跟現實有差別 一定會有的 因為電影始終都是一門藝術 你不可以像四方果那些 說 這套電影 好像正義回浪 正義回浪 其實我也看過 正義回浪 其實還可以的 他就說 喂 有沒有搞錯 拍攝這些事情 拍攝的景色 也不准拍攝 香港的淨棍 在香港 是不斷倒香港米 香港拍攝的人 很多時候 都有創作自由 自由度 是大的 香港拍攝電視的自由度 已經看到 已經縮窄了 我的看法就是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KKX就拍什麼片都沒有問題 拍攝電視就容易有資金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永遠有些事情 是會多view多like的 有些事情永遠都是沒有那麼多view的 沒有那麼厲害的票房 一定會有這些事情 但是 你不能夠說 我只是做一些有票房的事情 香港電影 你純粹是做合拍片的 香港電影就真的死了 有些人就說 不是 一定要做合拍片才不會死 情況就是 你這麼多從業員 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拍合拍片呢 事實就不是 大家都看到現實的 那 好了 那 Wincent伯樂拉就說 紫華近幾套都可以的 其實 港產電影 不是說 死了 那些人說死了 那我就覺得 你這樣說 就不對了 其實現在你看到 在香港電影業裡面 那些從業員 或者演藝界 因為他們很多都不只是做電影 在演藝界那裡 他們都會 努力去做 是不是 還有就是 演藝界 寶佩如 還有 胡鋒 那些人都說很棒 我還沒看這齣電影 我一定要說 他們兩個 我一向都喜歡看他們 就算之前 我也舉了一個例子 之前 在香港 有一套劇集 叫做《輕功》 那套《輕功》 那些人都說 不知道想表達什麼 但是那套劇 我最後都看完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挺喜歡裏面 做那些老演員 對不起 我也不想這樣說 他們不算很老 但是 就是 有很多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是看《雅士》比較多 其實他裏面有很多 是以前在《雅士》裏做的人 就是在《雅士》看到的人 就在那套《輕功》裏面看得到 有很多都是 不過不要緊 有些人當然不喜歡 香港人當然有部分 是不喜歡這一類型的劇集 也不知道想表達什麼 KKX說 人在屋簷下 哪個不低頭 容易養活演藝圈 就是合拍片 養活了 容易可以拍廣察片 其實 不需要貶低合拍片 也不需要踩低 不是合拍片的電影 因為大家所說的 是不一樣的 我的看法就是 還有 香港拍程式電影 一定要說清楚 一路向西那些 就叫做情色電影 就不是叫色情電影 就是 他是有劇情的 色情電影就是沒有劇情的 像這些情色電影 就好了 你說 吃老本 其實 其實 拍程式電影 不是壞事 在香港 我一定要說這件事情 雖然你會道德譴責我 拍程式電影會令人好色情色 我告訴你 你指責我的人 你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因為色情色的 我告訴你實情 不要用道德譴責我 有些事情 是沒有必要的 在國內 他們的尺度 都是越來越寬的 好了 你在香港 當然要拍得比大陸寬 對嗎 對嗎 對吧 那 Franceback 就沒有辦法 香港電影硬件已經輸了給別人 只能夠用 題材劇情 其實就是預算不夠 因為 市場其實真的比較小 如果你不是合拍片的 又不一定能到內地 第一 第二就是 你要靠其他市場 要東南亞 要台灣地區 要韓國、日本那些 那不是 一部電影都可以這樣做的 一部電影都可以賣到浮 不是的 所以 預算一定是有限的 其實是 這些電影 不是說不拍的 我覺得也是要拍的 因為 如果你不拍這些電影 很多電影都會很公式化 很多電影都會很公式化 那 拍《一路向西移》 我告訴大家 我在國內也有不少朋友 很期待這部《一路向西移》 他們說這部《一路向西移》上畫 他們就會來香港看的 所以 我的看法就是 香港拍《情色電影》真的沒有問題 還有 很有可能 會帶動一群人自由行來香港 其實是 你現在的市面 其實是不妥 有些事情是你要做一下 夜繽紛的 然後蓋上了野場 其實說真的 你左手打右手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認為是 他們的野場做非法行為 不能拘捕嗎 是要拘捕 但是你不要同時在夜繽紛的時候拘捕 對不對 Kelvin Kroc就說 有沒有電影呢 男人都會很可愛 事實上當然是 這是 人的天性 你也要先接受這件事 而且 你拍的不是色情電影 你要記住 雖然他有色情電影的女演員在這裡 但是他拍的就是情色電影 是兩樣東西來的 當然 這些是會吸引到人的 其實 你看看其他地方 怎樣可以拍得越來越出位 就是越來越多 噪音 其實你看看韓國就是一個禮止 暴力呢 一定是暴力過人 色情色呢 也一定是色情色過人 你看看Netflix那些就知道了 好像魷魚遊戲那些 他色情色的場面也比別人 血腥的場面也比別人 血腥的場面也比別人 其實 這些是 人的本能反應 就是說 人的社會不應該有這些本能反應 是不應該 但是他是一個影視作品 你看完影視作品去學 看完影視作品去學的人 本身也是有問題的 是不是 好了 Camp St. Lo說一路向西會不會爆炸 一路向西會不會爆炸 一路向西從來都沒有爆炸 一定要說 爆炸的那一套叫做3D肉蒲團 但是 如果你一路向西 拍到3D 就是3D來的 其實我認為 這些電影是會吸引到人的 France Baird說 上次3D肉蒲團 都好像有國內人特地來香港看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 那時候那些人是乘巴士來看的 真的有 不是開玩笑 是有一班人下來看的 他不會只來看電影就離開 是吧 起碼要吃一頓飯 你說不買東西 不買東西不要緊 吃一頓飯 起碼也會做到有人流 是吧 還有 我的看法跟很多人都不一樣 當然 如果你說 吃老本不行 香港除了吃老本之外 其他事情是很難做得好的 我告訴大家一個實情 什麼叫吃老本 你吃老本 第一件事就是 吃普通法的老本 這個是要吃的 不吃不行的 這個是 你做金融那些 那些人是 專門吃這個老本的 你不給別人吃老本 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說 有些事情 你批評別人吃老本 我就覺得 太膚淺了 你連本身的事情 都做不好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說 去擴展那個市場 是愚蠢的 就是我的看法 Camp St. Lo說 最近韓劇 惡中之惡 暴力更厲害 那個電影 好看 就是 他們連很敏感的題材 電視也敢拍的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 他現在有一套 我忘記了 中文叫什麼 The killing vote 就是投票殺人 投票死刑 這套 這個題材已經很瘋了 這個叫全國死刑公投 中文 The killing vote 我是在Amazon那裡看的 Prime Video那裡看的 其實 最初 我看到的 我覺得是很震撼的 這樣也敢拍的 然後 還有就是 最後那幾集 更誇張 他拿一輪水喉 吐死了 這個有些劇頭 吐死了其中一個角色 吐在頭上 吐在頭上 現在這些都是這樣拍的 現在是 這些都是這樣拍的 那其實 真是厲害的 Calvin Kroc說 叫老蕭拍一套 台灣情色片 其實情況就是 阿蕭 不是他拍戲的 其實他 在幕後說很多東西 宣傳很多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阿一哥搞的 那些電影是 那你一直向西 你說 這個會不會 帶動到內地人下來 起碼有些男人是會下來的 就是我的看法 那 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有些夜場 就不要蓋了 譬如 夜場搞過什麼 一路向西之夜 那些 你看完這部電影 去一路向西之夜 就有些人在香港消費 是不是 不過這件事情 我這樣說 一定會有人說 你又圈掩色情 又圈掩暴力 那些 但是你沒有辦法 那些現實就是 有些事情 國內不准拍的 你香港可以拍的 當然是拍多些那些 你不知道拍得多久 那些現實就是 因為太多的政棍跟你說 要學國內 是不是 有得拍當然是拍 我的看法就是 總之就是 能夠吸引 內地人來香港看電影 就吸引 有多少吸引多少 就是這樣 Daisy Story說 韓劇電影拍得非常真 原來真相 有時比電影更可怕 其實有韓國的社會問題 很多都很嚴重 其實之前有一套劇 就叫Juvenile Justice 就好像我也說過 其實他裏面的Juvenile Justice 那些Case 全部都是 就是 事實改編的 這個就是2022年 在Netflix那裡也有得看 這個Juvenile Justice 這套劇 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叫少年法庭 他說那些少年犯的Case 很多都是 真實 個案改編的 其實是 所以你說 韓國是不是有些事情很恐怖 我自己在這裡 當然是認識一些韓國的朋友 是從韓國移民來的 問他們會不會想 小朋友 因為大家都是 家長 想小朋友回去 韓國 他們說不會 是不會的 他們看到韓國的很多 案件都太恐怖了 就是 在外國過小日子就算了 就是這樣了 Rita Ho也感謝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HAPPY WONDER就說 社會沒有錢 黃賭毒都會出現 其實 有些人是要 離開現實一會的 因為現實太痛苦了 其實 說真的 做黃色事業 譬如 拍成人電影 那些 嚴格來說 色情電影 那些 其實他賣什麼 他賣一個幻想 他賣一個幻想給你的 尤其是 有些人 當然是 會買正版 我認識香港 有些朋友都會買正版 自己在日本寄過來 那些 色情電影 買DVD 為什麼會買DVD 當然是想有女主角的簽名 那些 那些 其實你說是不是不正常 那我就說 如果 那個男士在香港 他覺得 他也不可能 有女朋友 或者索性 覺得女朋友也很煩 索性 就是 餐餐清的 這是他的個人選擇 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就是 你不可以說 他鋪鋪清 他不全宗接待 但是 你要想想 有些人 他申請公屋 又沒有資格 找的人工 就長年只有兩萬多三萬元 兩萬多三萬元 你要過得開心的話 是這樣的 如果你找一個 女伴的話 他對於那些 很大的負擔 對於那些 單身寡仔來說 我認識一些朋友 四十多歲 都單身寡仔 為什麼 他覺得 女人是負累 他說 要女人 我付錢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 不想有家庭負擔 有很多男人都是這樣的 難道那些男人有問題嗎 他自己知道 他不想這樣 他沒有去害 另一個女士 我覺得 應該值得家長 這件事 好了 Kokimi 他說 性暴力 性暴力 是天性 實事求是的人 就不會假裝清高 他說你不能假裝清高 這個世界 你數極都有黃島毒 這些從來都是 一雞死一雞鳴 有什麼地方沒有黃島毒 很坦白說 不會有地方沒有黃島毒 我講過實情 你說毒品對社會的危害很大 不是 所以毒品對那些毒販 你要嚴厲一點處理 我是贊成這件事 好了 但是你黃和賭 很坦白說 這兩件事 都會上癮 但是 如果你是沒有上癮 你調劑生活的 這些都是 舒緩社會的壓力 他們是有負責任 負了社會責任 他們是 某程度上 你說 你這樣說 歌頌這些人 我不是歌頌這些人 我是實事求是 有些東西 你蓋上是沒有用的 我講過實情 你蓋上是沒有用的 譬如 那個 素凱琳 好像那個 當然有很多人說 他身形不漂亮 那些 我覺得 沒有所謂 你說他身形不漂亮 那些不是問題 但是 他做的事情 他很明顯是夠大膽 他是要出位 如果一個社會 有其他機會 會不會有人這樣做 這麼出位的事情 我也講過實情 如果你有其他機會 可以給他 他會不會這麼出位 當然不會 他當然有些事情 他想出位 那麼 每個人 都有可能做這些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 那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 也感謝Rafitjani的支持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其他的話題 我們看了 兩位 你好 五香 六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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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香 五香 六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